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遭遇了老丈人的辣椒饭轰炸 后又被丈母娘劳道 这一系列的考验可真够她受的 不过也正是这些生活中的小波折 让这对情侣的感情更加真实 故事中 韩婷带着寄星来到她创业的地方 并用一个超级大的鸽子弹向她求婚 这一幕不仅让人心动 更展现了她们之间深厚的感情 而导演对于求婚场景的设置也算得上用心 剧情的衔接相当流畅 给人一种顺理成章的感觉 不过关于大结局的节奏 大家却有些意见 整部剧的推进速度犹如坐上火箭 快到让人来不及共鸣就转场了 尤其是她们结婚后的蜜月旅行婚礼 不仅没有举行传统的婚礼仪式 而且充满了跑龙套的感觉 虽然穿插了她们之前的亲密桥段 但这种拼接的方式略显敷衍 尽管如此 你比星光美丽的番外设定 却让人眼前一亮 韩婷和寄星生了两个儿子 甚至描绘了她们年老后的生活 这样的设定在现代剧中实属罕见 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许多人表示 第一次在现代剧中 看到老了以后分开的桥段 厉害了 随着《长相思2》 和你比星光美丽的大结局 很多剧迷总算感到心里空落落的 说真的 写作不易 希望大家能理解作者们的辛苦付出 而为了多一些收益 文中也会加入五秒的小广告 只求大家能支持一下 当然 虽然你比星光美丽的故事告一段落了 但还有更多好剧即将上线 樱桃和郭金飞首次合作的小夫妻就要来了 这部剧讲述了一名循规蹈矩的技术员周全 以及一位全职宝妈车利的生活故事 她们的故事将围绕家庭 事业以及夫妻关系展开 绝对值得期待 一如既往的甜蜜缠绵 正是这对恩爱伴侣的生命密码 从相识到白头偕老 她们的爱情历程 犹如一只缓缓流淌的溪水 点点滴滴都让人仿佛亲身经历 导演巧妙地运用细节 巧妙地营造出时光荏苒 岁月静好的温暖氛围 让观众如沐春风 湛蓝天空下 季星羞涩的模样 仿佛一朵娇嫩欲滴的花朵 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而寒亭温柔的目光 犹如一缕阳光 洒在这朵花上 滋养着她的生机 这样青涩欢喜的出狱 无意勾起了观众内心 对爱情最初萌发时的美好回忆 而剧中最牵动人心的 莫过于寒亭和季星 这对相爱相杀的恋人 他们从最初的竞争对手 到彼此扶持的伙伴 再到最终 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一路走来充满了欢笑 泪水和感动 还记得寒亭和季星 因为星辰的事情而爆发争吵 导致两人关系降至冰点 当时网络上充斥着各种猜测 不少观众都预言 朱厚宇会绑架季星 而寒亭也会为了救他奋不顾身 最终两人重归于好 电视剧的剧情走向 的确如观众所料 寒亭为了救出被绑架的季星 不惜以身犯险 带着五百万现金 独自去找朱厚宇谈判 结果可想而知 他不仅身受重伤 还和朱厚宇一同坠楼 这场意外 虽然没有夺走寒亭的生命 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 也为他们的爱情 增添了一丝悲壮的色彩 这场意外之后 寒亭和季星更加珍惜彼此 他们在异国他乡 举行了浪漫的婚礼 身穿白纱的季星 宛如仙女下凡 而西装革履的寒亭 则显得格外英俊挺拔 寒亭给了季星 一个温暖的公主抱 两人深情对视 眼中充满了幸福与喜悦 在异国的广场上 他们一起喂鸽子 画面温馨治愈 仿佛世间的一切烦恼 都与他们无关 尽管半路杀出的情力 也对季星展开追求 但他出现的时间终究太晚 寒亭才是季星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甜蜜的恋爱后 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眼看着两个人的家庭逐渐丰满 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不禁让人感叹 原来平凡生活中 也有如此温馨的时光 寒亭对季星的关爱 无时无刻不再流露 仿佛一只温暖的大手 无声地守护着这个小家庭 这种甜蜜浅犬的画面 无意勾起了观众 对美满家庭的憧憬 婚后的寒亭彻底变成了宠妻狂魔 她无时无刻不黏着季星 说的话也充满了甜蜜和宠妮 仿佛要把之前错过的时光 都弥补回来 婚后第一年 他们的儿子寒称出生了 给这个幸福的家庭 增添了更多的欢声笑语 四年后 他们又迎来了双胞胎儿子 而季星也成为了 被三个儿子和丈夫宠爱的小公主 这部剧的成功之处 不仅在于感人置身的爱情故事 更在于她对细节的刻画和对现实生活的还原 步入中年的寒庭 两病已经泛起了白发 戴上眼镜后更显成熟男人的魅力 而成为母亲的季星 在温柔贤惠的同时 也展现出了为人亲母的坚强和独立 但这份爱情 终究难逃生命的无常 当镜头聚焦到独自在摇椅上的季星时 那种孤独与平静交织的氛围 令人不禁红了眼眶 原来 寒庭早已先行一步 留下季星独自面对生命的最后时刻 然而就在这时 却见季星紧握着寒庭留下的我爱你 仿佛在寻求她的原谅 这一幕不仅展现了寒庭对季星深沉的爱意 更折射出生命的脆弱与珍贵 正如寒庭所说 我所认为的爱 是要到人生尽头 回首往事时 才能盖棺定论 最终 寒庭先于寄星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深爱她的寄星也在四个月后随她而去 在弥留之际 寒庭依然放心不下寄星 特意嘱咐儿子要好好照顾她 她还拿出了之前准备好的原谅卡 因为她记得寄星曾经说过 如果她比她先走 她是不会原谅她的 她们的一生如同一部精彩的电影 充满了欢笑 泪水 感动和遗憾 但她们对彼此的爱始终如一 最终成为了彼此永恒的陪伴 看到这里 不禁让人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生离死别 我们都曾经历过亲人的离世 感受过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 而剧中寒庭临终前的那番话 更是勾起了观众内心对生命意义的深思 她说 这一生 我只想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这句话 不仅是对寄星的真挚告白 更是对生命的终极折思 正是因为这种对生命的思考 才让这部剧的结局 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 她告诉我们 爱情不只是轰轰烈烈的激情 更是一生的相濡以沫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寒庭依然用尽全力去表达对寄星的思念 这种深沉的爱意 融化了每个观众的心 或许 我们都向往着一段慢慢积淀 历经时光洗礼的爱情 一生相濡以沫 即使面临生离死别 也依旧是彼此的挚爱 这部剧的结局 恰恰满足了观众 对这种理想爱情的向往 它让我们意识到 即使在平凡的日常中 也可以拥有璀璨 如星光般的爱情 同时 这部剧还引发了观众 对生命意义的深思 它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应该珍惜当下 珍惜身边的人 因为生命的无常 终究还是会来临 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只要心中还有那份挚爱 就能让爱情超越生死 成为永恒 正因为这部剧所呈现的 这些动人元素 才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 观众纷纷表示 这样一段 平凡而动人的爱情故事 让他们对爱情和人生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有网友表示 看完这部剧后 他们对爱情这个词 有了全新的定义 当然 也有少数观众 对这种结局表示不太适应 他们认为 爱情应该是轰轰烈烈的激情 而不应该是平凡的 相濡以沫 这种不同的声音 也引发了关于电视剧 如何展现爱情的讨论 有网友表示 每个人对爱情的定义 和向往都不尽相同 电视剧应该尊重观众的 多元化需求 给予更丰富的选择 无论怎样 这部剧的成功 无疑给观众带来了 全新的视角 它让我们看到 即便是平凡的生活 也可以拥有 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 正如韩婷所说 这一生 我只想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这句话 道出了每个人 内心最深沉的渴望 拥有一个 可以相濡以沫一生的挚爱 让我们一起探寻 爱情的本质 去珍惜眼前的寒婷和寄星 用自己的方式谱写 属于自己的动人爱歌吧